另外一张卡片就是我今天下午有写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所谓的想购泰金卡 对想购泰金卡的部分呢 他其实他的优惠就是说国大师王 他其实在2019年他的coco卡的权益变得比较差 但是呢他这个想购泰金卡他今年还是有推出所谓的优惠加码的部分 对就是马赛克 真假的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啊看一下 现在还是一样直播的画质很差吗 真假的不太顺 啊那怎么办 对啊那应该是网路贫困的问题吧 我可能还要再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那就代表说不是那个这个这个摄影机画质的问题 对好没关系 那大家还是忍一下 我们今天直播还是要进行这样子 对那这个想购泰金卡他的优惠 其实今天写文章有跟大家分享过 基本上你如果说有去在1月15号到4月 4月30号4月15号以前去申办这张卡片 那你在国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拿到2%的回馈 那这张卡片其实我去年其实就办这张卡片 但是他的优惠其实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办了其实我没有想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样子 但是他其实在1月15号这个活动规则出来都觉得 变得还不错 因为他也能说现在正常的网路换好一点的电信 这其实是这其实是房东付给我的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可能要再去买一个房东 对不然的话我就是要去买一个新的房子吗 然后这样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握这个时间 刚好这三个月里面1月15号到4月15号 超过8000元 然后他这张卡片才会给你最高到2%这样子 对 这个2018年卡最美最美的卡面排行榜 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这个是回顾2018年的这个排行榜 所以大家也是在2018年年底 然后来做一个所谓的投票的部分 所以2019年现在都还没有过完 怎么可能会2019年最美的卡面呢 我们还有11个月的部分 可以等其他银行推出新的卡片 对不对 开始介绍就会开始卡 真的好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 对好 反正如果您有想要拿到国内现金回馈2%的部分 这张卡片可以拿下来使用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早先办的 所以这张卡片我拿出来刷是没有加码的1% 除非我要现在再多办一张卡片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自己衡量 如果你卡片太多 不想要拿那么多卡片 那你就选择不要办 用自己本身现有的常用的卡片来刷卡就可以了 对那另外一张卡片是现金回馈预期卡 就是一个统星人 这个统星人的部分其实我看了 我就觉得有点恐惧 甚至我就没办 所以如果您想要海外刷卡 3.5%最高回馈的话 你倒是可以办那张卡片 那张卡片它的回馈率也不错 但是一样就是每个月最高就是给500元 因为它加码1% 所以500除以1%就是5万块钱 你只要这两张卡片合并 当月刷超过5万块钱 那基本上就到顶了 所以您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刷卡的 天文